老天师是仙界的守门人 无根生在久去彷徨动之小了成仙的方法 一人之下漫画第682画已经更新 张楚兰从吕良那拿到的怕是田老珍的记忆 看来田径中见到张怀义的那番话的伏笔应该是快回收了 从田径中说的你绝对不能回龙虎山见师父 到老天师传承天师度时无法正面回答张楚兰的问题来看 这八奇迹八成就是出自天师度 或者跟天师度的传承密不可分 并且从张楚兰说不能告诉张领域 这会害了他来看 很有可能天师传承要丢掉上任天师的性命 甚至更狠的可能都有 综合现有剧情 王爷曾经在内景中问过数个大大小小的门派的传承意味着神 面对的知情代价是一样的 三一门传承疑似中断了一些东西 而使得逆生三重通天无路 更像是一场骗局 张怀义因为接触到了能误出八奇迹的东西 而需要继承天师度的禁止传承 田径中了解到那个能误出八奇迹的线索而被追杀致残 且因怕泄漏秘密而不敢睡觉 天师度即使禁止也可能有某种资料库的传承在其中 所以张志伟才会告诉张楚兰接受了天师度就会了解一切 张志伟也可能因此知道了一些无法说出的秘密 推测张楚兰看到的记忆大概率是关八奇迹的线索 这个线索之所以让他感到崩溃 是因为这个线索可能导致一个重演假身之乱的结果 不敢让张领域知道 和可能有关老天师的方面不应该是和田径中的受伤相关 更大概率是龙虎山的传承 可能也存在某种和三一门一样会断绝传承的问题 不像内森术 是因为张怀义也教了张楚兰 知情人张怀义总不至于坑自己孙子 关于八奇迹和天师度的一些猜想 本猜想基于的前提条件 艺人之下的世界观内存在仙人 并且存在普通艺人向仙人转变的上升通道 猜想一 艺人世界的成仙名额是一定的 简单说就是罗布坑是固定的 猜想二 艺人世界里所有有过成仙的门牌 比如武当 天师府 都有固定的名额以及具体的方法 只有掌门人有机会通过这个名额和方法成仙 同时为了方法的保密 被吓得禁止不能向外界传播 天师度 如果本届修仙者 为了和普通艺人 区别这样称呼 修仙成功或者在生命结束之前没有希望成功 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传给下一届修仙选手 天师度 这也意味着本届修仙者失去了成仙的机会 以这个观点看本话 楚兰说的不能让灵域知道 因为一旦灵域知道了 他未来接受了 天师度会让师父失去成仙的机会 目前来看以他的性格是不会心甘情愿接受的 甚至可能到心破缝 猜想三八奇迹并不是漫画中体现出来的那样取乱之术 而是真正可能成仙的具体法门 关于八奇迹 吴根生在九曲盘桓洞之小的一人世界了有仙人的秘密 并且获得了某种笼统的成仙方法 可以理解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绕过前面提到的固定名额 获得成仙的灰色途径或者说特招名额 于是已经和三十五人结议过的吴根生通知大家 想当面告诉大家这个方法 最终有八个人和吴根生会合 并且在吴根生的帮助下结合自身所追求的人生 修炼 目标悟出了相应的奇迹 这八奇迹相当于获得了八个成仙的额外名额 和天师度一样 在获得名额之后他们也被下了静置不得外传 但是其中有一个例外 就是张怀懿和他的气体源流 目前还是没有自圆其说的猜想